我们在上一集,时尚最大的猪队友,圣欧外有提到 因为日本陆军只是金米,也就是白米饭 所以角切病也只是陆军的痛 而日本海军呢,他们吃的是麦饭混食 有赔偿其他洋食,像是肉类、鱼类、大麦、大米等 让角切病在海军中,几乎绝肌 我们先来谈谈一个问题 为什么圣欧外这么坚持使用金米,而不是麦饭混食? 有很多朋友留言,因为海家是开金米厂的 这当然不是 真实原因是,在明治维新以前 日本国力相当残弱 白米饭是有钱人家才吃得起的食物,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民族维新后,岛国日本,急需向外扩张 因此需要大量的兵源 为了征兵顺利,国家就打着 你来当兵,就有白米饭吃的招牌 以吸引穷人家的小孩入伍 因为在以前,无视阶级以上才能吃白米 而此时,穷人子弟也幻想了借由当兵脱离贫困 好像是说,我们加以下的就变成了武士了 超越武士了,这个样子 白米上升身份地位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问题,则是真经因素 虽然陆军远看海军,吃养食成功减少脚气病 但他们却有苦说不出 士兵入伍有个原因,就是要一个地位象征 有那种,我也吃白米饭,我是不是在做梦啊?的心情 因为白米可以鼓舞士气,所以身为陆军高官 身为当要满足一些继承士兵的心理 都要牺牲生命了,还不能吃金米,也太可怜了吧 再者,则是保存的问题 麦饭很容易被虫注食,也容易变质 难保存之外,麦饭还很不好吃,运送用的困难 简直难搞自己 此外,如果要改吃羊食,乘乘有面包,粥粥有鱼有肉 那么,预算将会大幅增加 海军人数少,补给方便 但陆军加大业大,补给困难,可吃不起啊 所以在没有百分之百切缺证据的情况下 身为就这么坚持金米政策,坚持到他去世为止 当然,身为也曾经想过提供过金米之外 给予蔬菜,容易当作副食 不过前面说过,因为执行上的困难,因此作罢 最神奇的是,日本陆军海军长期不和 记得也是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 明治为新,创建了现代军队时 海军创建了进入来自萨摩番 而陆军则是来自长洲番 海军是成海洋国家英国 而陆军的属于对象则是大陆国家法国 在普发战争后,又转向胜利的德国 也因此,两者越走越远,矛盾越来越大 例如海军高官,高木千宽 对于当时的都市卫生问题 提出平民散不论,就是说 萨等平民不能住在市区 必须全部赶到乡下 对此,身为外觉得非常不人道和加以反对 所以,如此贵如气息的海军提出了营养不良说 陆军当然更不可能轻易接受 怎么可以见到那些误国禁敌的论点呢? 当时矛盾兵的诚意尚未揭开 各家说法可说得众说纷纭 有所谓传染病说,也有中毒说 更有营养不良说等说法 留学德国陆军军医都主张传染病说 身为外也是其中一个 既然营养学派的帝国海军 既有改参菜单消灭矫气病 那么传染学派的陆军 但也有秘密武器 那就是镇陆丸 既然矫气病是一种传染病 那么妖物需要被传染中国矫气病病毒 也是合情合理的 镇陆丸就是这个情况下的实在产物 在甲午战争及出任台湾两次军事行动中 日本陆军都因为矫气病吃足了苦头 但显然身后还没有从中得到教训 1904年日热战争开战前夕 陆军开发出了木榴游丸 木榴游丸的问世 是因为甲午战争期间 许多士兵随徒不服 怎能拉肚子 造成战斗力降低 为此陆军军医特别发出了特效药 且经过证实 对拉肚子确实非常有用 于是一干人就认为 木榴游丸竟然可以杀死 引起拉肚子的细菌 藏到砂门氏菌 那么一定也可以杀死未知的微生物 来预防与治疗脚气病 于是在日热战争期间 日本陆军高层 接受双方外的建议 大量配起参战的官兵木榴游丸 木榴游丸也因此改变为真鹿丸 为什么是鹿呢 因为日文的俄罗斯叫露西亚嘛 真鹿就是打败俄罗斯的意思 除了定时配戟之外 陆军来规定官兵要定时服用真鹿丸 但在真鹿丸实在很臭 将要对这个药物不熟悉 士兵根本不敢吃 军官想尽办法 甚至得集体监督 强迫军队吞下这些药丸 就像我们在当兵时 为了怕我们中暑 军队也在统一的时间点 要大家拿起水壶大言一声 饮水300cc喝水 然后把这个时间点 虽然记录在饮水小卡上 原来这么白痴的事情 100年前的日本人就在做了 不过日本人显然不是非常服从命令 所以这个措施也承销不张 这些军人虽然会讲到吃下药丸 但其实是偷偷对外地上 因为事后巡视发现 在地上可以找到很多被踩碎的药丸 后来军官们中午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假惊天皇的命令 说天皇要你们吃的 当时的日本人 有许多人的明智未开 事实叫做天皇 天皇就是他们的神 因此这个命令 取得很好的效果 当时规定一个人一个月要吃90颗 得每天要吃3颗 这次都便秘了吧 后人估算过 日本要藏一天 就要共200万颗震入丸 狠狠发力比战争才 但我们知道 脚气病的起因 其实是缺乏维生素B 而不是细菌感染 因此尽管认证服用震入丸 在日热战争中 仍有接近1%的官兵 高达20万人罹患脚气病 死亡更到了27800人 而从隐时左手的死对头 大日本帝国海军呢 无人因为脚气病而死亡 虽然的事情如此 但毕竟日热战争 事先在历史上 第一次有一个亚洲国家 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 等于胜的消息传回日本 全共上下欣喜若狂 伴随着胜利 在日热这个讨喜的名字 剩下水涨船高 既可以止泻 又可以缓和牙痛 在日热一跃成为日本国民 居家旅行的必备两药 1901年 优学瑞士德国日本农业化学家 林木梅太郎 从米康中 成功摧取出维他命B1 并以日文发表论文 结果没人扭他 隔年 破滥人分客 在伦终发表英文论文 提出脚气病 与维他命B有关的观点 获得维他命防剑者的荣耀 不意外的 我们比赞嘴巴往生后外 立刻给予林木梅太郎 取悦一个绰号 向巴佬学者 因为林木是健康性的农家子弟 又是农业学专家 反观生后外 是医生世家 是从老说到良好贵族教育的医生 还笑说 如果米康可以预防脚气病 那怎么不喝马尿 直到1922年 轻易大学医学教授大生献态 为脚气病患者投药 进行临床试验 并成功证明着脚气病 是缺乏维他命B1 彻底粉碎顽固派的细菌说 毕竟他们找了半个世纪的细菌 还是没有找到 而我们生活外人呢 就在当年7月 鱼鱼耳中啦 1924年 日本国家才宣布 脚气病是维生素B1所引起的 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军国主义 扩张到整个亚洲太平洋 而申路丸 就这样随着日军的脚步 又传到亚洲各国 虽然三万万没有打败脚气病 还害死了伤红酷士兵 但也却意外捧红了申路丸 让他长红至今 可能是三万万 死掉未及的吧 我们前面说到 陆军的细菌说和海军的营养说 其实都是日本海陆两军 长期对立的一个缩影 海陆两军早从明治维新时 就结下了梁子 这个梁子一起了将近100年 甚至在二战时期 你会看到一个国家两个兵种在互相竞争 陆军有自己的潜水艇 海军有自己的坦克 当然飞机也是各自发展 下一期我们将来聊聊 他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